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阿切主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阅读四篇五十五篇 二十二节 你要把你的重担 谢给耶和华 他必扶持你 好 我们一起祈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谢谢你的多话 祝你生命与我们同在 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我奉耶稣的明摆一下的时间 会仰望着交托在你手里 哈罗路亚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人 总爱自寻麻烦 所以呢 时常 闷闷不乐 但有一天 朋友们听见他快乐的吹着 苦笑 看起来非常的轻松 便惊奇的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 我付钱给一个人替补烦恼 那朋友说你付多少钱 他说两千块 天哪 你怎么负担得起呢 他说 我是负担不起 但 那是他的麻烦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人都会有麻烦 每一个人都会有油理 每一个人都有不愉快 不一样的就是 没有耶稣的人 他们把麻烦交托给某某人 希望某某人会帮助他 但是可悲的是 永远都不会这样子的 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呢 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挪走我们的麻烦 只有一位救主 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其实呢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虽然看不见他 摸不着他 但是他是拥有的 他是存在的 他永远不离开我们 虽然呢 在现实的时候中 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处理压力 但是身为上帝的恩怨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一切烦恼 忧虑 我们的伤心 我们一切的重担 交给掌握天下 是的上帝 特别在我们不认为他掌管一切是便当歇息 交托 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充满着忧虑 他的生活充满着压力 他的生活没有一点力量 所以今天呢 我想鼓励大家 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 你要把你的重担 谢给神 也要把他扶赐你 所以在先知以赛亚提醒了我们 上帝创造天上的众心 且一一的称其名 在这个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五节 那圣子说 你将 你们将谁比我呢 叫他 以我将等啊 你们像三级目 看谁创造 这万象 暗树目领出 他一一的称其名 因他的潜能 又因他的大人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乏 雅各啊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像耶和华 隐藏 伊斯利亚 你为何缘 我的去 我的延续并不重要 并不查问 所以 你始不曾知道 你始不曾经听见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基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吃毒 疲乏的 他设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 也要 疲乏困倦 强壮的 也必 前然跌倒 但那 等候耶和华的 必从心得力 必从心得力 他们 必如 因斩至上疼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 却不疲乏 这个就是主 答应我们的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只想我们 把一切都交给神 我们 疲乏 困倦 耶稣 也都会 开了一条路 帮助我们的 因为呢 他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他是 创造了世界宇宙的神 他 清楚告诉我们 每颗星星的名字 他也 他也认识 我们每一个人 且不明 不惜地 看顾住 我们每一个人 这就是主耶稣 为我们的大爱 因为他 大有千兵 满有能力 所以他们 一个也不会 失落 我们心中 有的时候 可以将一切烦恼 交托给神 他也不会 因为 厌见 或者 什么呢 疲累 而不关心我们 他是 全知全能的上帝 他乐意为了我们 而使用他的智慧 以能力 掌管 日夜 新城的 直告上帝 用他那慈爱的 立帮 拥抱着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 主耶稣的爱 好 我们先低头 祷告 主啊 有时候 我们会感到 积极的 恐慌 也会忘记 你成隐喻 永远不会 让我们独自 面对困难 一次败 帮助我们 更加的心 靠你 爸 主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 等于把我们的一生 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手里 主啊 我们信心的起头 就是优力的尽头 希望你帮助我们 看到我们 把这个优力 写给你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 祢命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